凡是由一些加减好,跟着数字,然后跟着有英文字母,未知数 所组成的一串,我们就叫做代数式 每条代数式都会有一些何案的物体 何案是怎样看的呢? 我们会用加减好作为一个分格 有吗?就好像我现在画在这里 这个-4ABC为一项 加6XY一项 正义是一项 -7T一项 加CBA一项 减9 所以我们可以画,这条式里面 我们总共有6项 1,2,3,4,5,6,6项 所谓同类项呢? 就是我们暂时不在意这个符号和数字 我们只是看英文字 我们只是看英文字 看看有没有什么相同 那么我们观察到呢? XY 我们没有啊,没有其他的 没有其他项里面 又是有XY T呢?都没有啊 但是呢,ABC 我们这里有一个ABC 而我们这里有一个CBA 那记住呢 这个是代表A乘以B乘以C 那这个是代表C乘以B乘以A 它们其实是同一样东西 所以我们说呢 同类项呢 这里呢 我们分别有一批 和正CBA 那它们呢 其实是同一项东西 英文字只要调一调 那还有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还有多项 就是没有英文字母这一项 那这一项 那这一项没有英文字母的一项 我们叫做上数 那它们都属于同类项的 因为大家都是没有英文字母 那这个就是上数了 上数项 和ABC这一项都是同类项的 那接着呢 我们有一样东西叫做系数 系数在说什么呢? 例如我拿这个例子 这个正6xy里面 这条问题就会问 例如正6xy这个terms这个项里面呢 会问你 x的系数是什么? 那你的看法呢 就是将x暂时插走它 答案是x的系数呢? x的coefficient呢? 就是正6y了 那很多问题都可以问的 例如我问你 嗯...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4ABC的这一项 问你 AB的系数是什么? 那... AB的系数是什么? 那同样道理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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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在这个项里插走AB 然后你说AB的系数呢? 就是... -4C 那这个呢? 就是系数 一般就是问你 一般就是问你 那样东西 你掩住它 然后讲其他的 这些... 组成的部分 那就是... 对于这个term 正6xy 例如正6xy里面 x的系数就是正6y 那就是这样回答的 那之后呢 我们有一件事 就叫方程式 那方程式呢? 那如果... 识英文的话 看到这个是equation equation 就是... 告诉你 任何一条代数式都好 它so far只有一个等于 而且等于左边和右边 都有... 一些... 什么都可以的 例如... 1 那等于1 那这条呢 就叫做方程式 2 2 3 5 5 6 5 5